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本來一開始我也是電腦都不會的 然後就因為加入人文正商沒來 因為需要所以你就必須強迫自己去學習 慢慢學就學到說 你怎麼寫文稿 然後怎麼去找相片 相片怎麼弄成投影片 這個都是這樣一步一步慢慢走 這過程當中就是 我們也是自己要看學習 是要看我們的樂坎 去我們社區道場的大藏經 看人家文稿怎麼寫 慢慢我們自己吸收一點點 所以到現在都在這個區塊 到現在我已經10年了 這10年裡面在寫文稿 會讓你感覺到說 輸到用時方恨少 這是最大的感觸 因為這個領域是比較專業的領域 而且你要花很多時間在學習上面 幾乎你的假日都是在上課 我那時候常常都想說 好像自己好像保險也一樣 只要髒口開開口說話 就是人文真善美 我在人文真善美購多少多少 我就是都這樣跟兩分相 以前這個我都不會 你看我現在都會 這是專業的一個領域 你剛來學聽不懂是很正常 都一次誤十分 十次就誤一百分 人生未必求求是好求 但是一個有歷練的強達者 隨時做好揮棒的準備 這一句竟是語很適合放在 我們的人文真善美之空身上 因為你平常就必須要去吸收自己的知識 轉化成你的功能 真的什麼事情要來承擔的時候 你就可以馬上挺身而出 怎麼樣 你快點到這個時候 你自己幾下集